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吹嘴餐 8月14号是七夕 你们是怎么过七夕的呢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因为我身为一个美国人没有清楚过七夕 但是网络上说 你可以送你喜欢的人巧克力类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就要做巧克力 我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看看能不能用迷你可可调做甜点 我觉得迷你可可调是很多台湾朋友的小时候的回忆 它本身的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有一种独特的榛果味 我今天还打算用 飞机饼干做出这三样的其中一个东西 是不是看起来都不像是会用到飞机饼干的东西呢 这到底要怎么用 你看到影片的最后面就会知道 OK 我现在想到可以用迷你可可调做的甜点有三种 爆浆巧克力杯 可可爱心饼干 棉口布朗尼 我觉得用迷你可可调的 其实有个比较难的方面 是它常温的时候是一体的 它可以是它的优点 所以我打算用 嗯...常温硬的巧克力把它包住 让你咬下去的时候就有那种爆浆的感觉 难度不高 我先把巧克力切碎 被认为是最标准的热巧克力的方式 就是用热水的那种方式 可是你知道巧克力只要碰到一点点水 真的是一滴水 之后就是没办法再变硬了 我才不要玩这种风险 所以我直接用微波的方式 每一个巧克力杯 我先做个底部 那我把它挤进去 然后尽量避开那个边缘 因为我要用另外一种巧克力把它包住 米可可调不是本身就很好吃吗 就不能再好吃吧 但是至少可以混个口感 我看这个包装上面写是马来西亚做的 我们观众有马来西亚朋友吗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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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super hungry 帮它补上面 帮它补上面了 耶 这个好干喔 本来就是做给自己吃的 这个杯子非常非常熟耶 我们在等那个巧克力的时候 好 我们先做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可可爱心饼干 这个难度比较高 特别是因为我没有一些原本要有的器材 还有一些我找不到的材料 像那个像vanilla extract 如果你不是在网路上买的话 你要在哪里买 我连在加勒服都找不到 有些一些想要自己做看看的培养 我会把食谱放上来 但是 或许你会想要先看看 我会不会成功在解力 要不要回来截图 Let's go 在那里 在咸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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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干 我可以 那里 我们在咸咸 一旦 我沒騙你 這是我其中一個吃過的最好吃的cookie dough 我現在要roll the dough 這種中文我就在凱大沒有學過 ok Alright 我沒有那個 所以我就用這個 cookie cutters ok 反正我那個小烤盤 沒辦法放那麼多 ok 歪掉了 我上面多加一層那個濾波紙 是因為上面這個燈通常太亮了 然後就把上面的給烤焦了 所以盡量擋一下上面的燈 雖然在那個烤圖絲烤麵包的烤箱裡面烤餅乾感覺不會成功 但是我在這個烤箱裡面有成功烤過薑餅 所以或許可以 還沒有試吃但我覺得看起來是做得成功的 完全沒有變形耶 它原本的形狀也沒有很像愛心 好了之後 比較像愛心 第一輪的大概有一半是下面烤焦的 第二輪完全是ok的 然後第三輪也完全是ok的 我發現那個用一層鋁箔紙在上面 真的是不錯的方式 就是要一直一直站在旁邊看 那個上面有沒有比下面熱的感覺 如果有的話要趕快轉成下面的燈 那我咬一口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迷你可可條的味道 越吃那個味道就越明顯 我覺得只把一點點的角落剪掉 然後在上面畫 會更好吃更好看 我這次做的有加8條迷你可可條 然後可以差不多做出個 差不多可以做24個小愛心的餅乾 等了這麼久 我的爆醬巧克力杯也好了 這個的外表是ok的 但是不知道裡面會發生什麼狀況 What 沒有我想像中的好 而且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放到隔天 再吃 會比較硬 然後它的爆醬的那個感覺 會比較明顯 我現在要做免烤布朗尼了 這個難度也不高 但是 我們升級了 我們不只要用那一顆可可條 我們還要用 飛機餅乾 這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要把這個飛機餅乾打碎 真的要像沙子一樣 沙子 唉唷 這麼像嗎 我只有等大概一個小時 應該要等差不多四五個小時 再吃 會比較好 我平嘗一下它的味道 Oh my gosh 非常的搭配 可可條的味道 還蠻明顯的 如果你不知道 裡面有叫飛機餅乾的話 你應該猜不出來 那個是那個的味道 那是 邊吃邊想 真的吃得出來它的味道 很好吃 算是做得成功的 我反而覺得 今天最簡單的 這個 就是 最不成功的 好吃 這個就有點像那個 牛奶糖 真的喔 很不像布朗米 沒想到 迷你可可條 那麼好 用來做成 別的甜點 有人會自己挑戰 做看看嗎 有的話 一定要傳給我看 謝謝你看到 這支影片的最後面 喜歡這支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 還沒訂閱的朋友 隨時都很歡迎 你按下訂閱 我每週三都上傳新的影片 而且下週三的影片 絕對不能錯過 我希望下個影片也可以見到你 掰掰